三国李从小就展现过人才华 被称为天才的少年 除了曹冲还有曹冲的好友周不宜 据说曹操因为周不宜的才华 想让他当自家女婿 但是被周不宜给拒绝了 正是李关于周不宜的记载并不是很多 17岁旧著有文论四首 而且和刘备还是亲戚关系 只是刘备并没有这个福气 把周不宜拦入麾下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 关于周不宜的几个小故事 还有他跟曹操刘备之间的关系 一起来看看吧 在前面的文章中 老兵介绍了曹操的小儿子 也是被称为最聪明的儿子曹冲的死 曹冲在13岁时就死了 对于曹冲的死 曹操是非常伤心的 据史料记载 曹冲死后 曹操甚至后悔 自己杀了神医华托 曹操说都怪他自己把华托杀了 不然曹冲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就死了 我们都知道 曹操是个性格多变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 他这边在后悔杀了华托 那边却又在曹冲死 再杀一个天才少年做垫背 这个少年就是周不宜 曹操杀他的时候 周不宜才17岁 但已经为曹操军中做出了很多贡献 据灵明先贤传记载 曹操宫流程不下 图画形式 为难计策 周不宜尽实际 工程极下也 由此看来 他的才干可能比寻游过家等人还厉害 那这个天才周不宜到底是什么来头 有史料显示他是刘备的外甥 小时候在荆州过 当时刘备在刘表纳当别嫁 他非常喜欢周不宜 就亲自为他挑选了一个老师 就是后来蜀汉的尚书令刘巴 不过当时刘巴看不起刘备 也顺便看不起他这个外甥 就推脱拒绝了 后来刘备求得了诸葛亮 可能有跟周不宜这个小朋友交流了一段时间 不过很快刘从投降了 留在荆州的周不宜联系不上刘备 就流落到了曹操手上 曹操是个怪人 也是非常喜欢人才的 所以不仅收留了周不宜 而且对他非常好 甚至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 不过周不宜可能是不忘远房舅舅刘备 对他的感情吧 所以他不答应 口头上却说不敢当 周不宜留在曹操后 虽然没有娶曹操的女儿 却跟与他年龄相当曹操关系非常好 天才见天才 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起读书研究兵法 因为周不宜比曹操大几岁 所以有他给曹操当半读 两人一起进步 曹操也是很满意的 但是不幸的是曹操死了 这以后曹操多疑的毛病就犯了 他觉得周不宜太厉害了 这小孩长大以后 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他 于是便动了杀机 想把周不宜除掉 曹操当时正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觉得杀了周不宜太可惜了 他就跑到曹操那上间 想把周不宜收到自己的门下 结果被曹操训斥了一通 曹操说 如果是曹操在海罢了 周不宜不是你这样的人玩得转的 结果周不宜只有死路一条了 周不宜的死实在是可惜 老兵常想 他当时若能一直跟着刘备 或许到了诸葛亮死后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吧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一切都是命 一切都是命 致下来阿亨 都会阻止 但是后会被病死去的 忍者 也会炸在里面